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scribe框架当中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点就叫做什么呢 下载器中间键 那么什么叫做下载器中间键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讲这个scribe架构图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跟大家讲过对吧 这个下载器中间键 首先的话它是一个中间键 中间键的话就是处于两个魔幻之间的一个人的东西 那么下载器中间键的话 它就是在这个下载器以及这个引擎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中间键 那么可能有的东西就会想是吧 为什么要在这个中间给它加一个这样的中间键呢 其实的话是很有必要的 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引擎 我在发送一个请求给这个下载器之前 我要去在这个中间我要做什么样的做做一点事情 或者是这个下载器下载完整又 我可以在这个里面来做一点这样的事情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存在 它是很有价值的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 基本上这个下载器这个中间键的话 在我们的实际爬上当中 我跟大家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的话就是那个设置随机请求头 第二个例子的话就是我们的那个随机的代理IP 基本上就是要用这两个 基本上就是用这两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下载器中间键的一个人的使用 好了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下载中间键的这个刻键 这个下载器中间键的话 它是一个这样的类 它是一个这样的类 就是一个这样的class Python中的一个class 然后的话它是继承自什么的 object的地下 就是继承自object的地下 它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类 只是一个普通的类 要写 要写下载器中间 就是说你定义的好 定义好了一个这样的类以后 那么凭什么这个类 它就是一个下载器中间键呢 你只要在这个类当中实现了两个方法 或者是两个方法当中的其中一个都可以 比如说实际的什么方法呢 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process request 看这个方法的名字 你就知道它是用的干嘛的 process是处理的意思 request代表的是请求 它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的是处理请求 代表的是处理请求 其实的话就来到我们这个架务图这个地方 它其实就是你这个请求在发送给这个下载器之前 你可以去重写 你可以去写那个方法 然后的话在这个方法当中 你可以做一些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你在这个request的这个对象是密信 给他添加一个随机请求头 给他先设置一下这个IP代理 那么的话都是这部分可以完成的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函数当中完成的 都是在这个process request 这个函数当中完成的 好那么第二个方法的话就是process response process也是处理 response代表的是响应 那么这个方法的话代表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下载器把数据下载完成 然后把这个数据放到我们的传给引擎的时候 他会去执行这个方法 会去执行这个方法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对这两个方法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的话是这个process request 这个process request的话 刚刚他的作用 我也跟他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就是这个引擎在发送这个请求 给下载进下载执行 他会去执行这个函数 会去执行这个函数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针对这个函数 他里面的一些这样的参数 以及他这个返回值 返回不同的值 就是他有不同的那个意义啊 第一个的话是request request的话是发送的那个请求的那个对象 这个的话没什么好说 对不对 好 第二个的话是spider spider的话 就是你这个请求到底是由哪一个爬出发过来的 就是那个spider啊 就是之前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边啊 这个spider就是 如果你是通过这个这个spider发送中绩的 那么的话 他就是这个spider啊 就是这个spider 一个人的对象 一个人的对象啊 好 那么这个是spider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他的这个返回值啊 那么如果你这个方法的返回值是返回这个num的话 那么scribe将会继续处理这个请求啊 就是说你返回这个num 那么我们这个scribe啊 就是这个啊 这个地方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下载器中间键的话 它不仅仅只有一个中间键 它可能有很多中间键啊 有很多中间啊 那么如果你返回的是个num的话 它会执行完你这个中间键里面的这个代码 然后的话再把这个request返回给其他的中间键进行处理啊 进行处理啊 就说一次一次一个个来处理啊 一个来处理啊 如果你返回呢 那么如果你返回的是这个response对象的话啊 这时候就有 这时候这时候就不愿了 如果你直接返回的是一个response对象 那么这时候的话啊 这个啊 这个请求的话就不会被发送给那个下载器的 它就直接什么呢 它就直接从这个下载器中间 从这个直接下载器这个地方直接返回给这个引擎的 好吧 这一份我们来画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我记得是有一个 有一个图啊 有一个图 好 记得是一个 对吧 在这里面啊 好 那么我们拿到最下面来啊 这个的话是引擎对吧 一样主要安逸 这个是引擎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中间啊 这部分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这啊 这个地方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那个下载器啊 下载器 然后中间的话有很多这种 啊 中间界对吧 比如说这是中间建一 这中间建二啊 这中间建三啊 有这么多中间建对吧 有这种中间啊 比如说这个这是一啊 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对吧 然后他们中间这几个啊 都是中间吧 那么这个引擎的话啊 它是把这个请求啊 一个个这样传过去 对吧 这样传过去 然后再请求完整又啊 他再把这些请求返回回来 对吧 再把这些请求反位给这个引擎反回回来啊 好 这样啊 呃 这个过程的话 它执行的是什么 还说呢 执行的是这个process Process Request啊 执行的是这个process Request的这个方法啊 只要吧 如果你这个函数 它是反回回来啊 不是函数啊 如果你这个里面这个东西是呃 PLCS啊 如果是这个书记从下载器返回给返回给这个引擎 那么它执行的就是这个process response啊 执行的是这个process response这个对象啊啊 这个啊这个方法啊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重点啊 什么重点呢 就是现在啊 如果你的这个process request 如果直接返回的是一个response对象的话 按道理讲啊 如果这个中间界啊 这个中间界如果他返回的是none的话 他会继续的将这个request对象发送给下个中间进行处理啊 那么如果你这个中间界他的这个process request的这个方法 直接返回的是个response对象 那么这时候的话 他就不会将这个请求发送给下个中间进去处理的 他就直接将这个这个response这个对象返回给这个引擎 就相对是去调用什么呢 去执行这个process response这个对象啊 然后再把它直接返回给这个引擎 明白是吧啊 说的话这个点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啊 好 那么如果你返回的是一个新的request对象的话 他就啊 会将你的这个新的request对象再发送给下一个中间界进去处理啊 就是如果这个地方啊这个引擎他这个中间界他返回的是一个新的request对象 那么的话他就会将这个新的request对象再返回给下一个中间间 返回给下一个中间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是啊 还有一个哈 如果这个方法当中抛出了这个异常 那么的话他会调用我们这个啊下载器当中的这个process exception 这个方法啊 就是说会去调用这个方法把这个把这个异常抛出给这个方法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process response这个方法啊 这个process response这个方法的话 我们啊 他的用法我们刚刚也讲过了 对吧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也是对他几名里面的这个参数 以及他的这个访问时来做和简单了解啊 首先的话他会传入一个request对象啊 这的话是毫无疑问对吧 就是你请就请就回来 可能也有也有这个request对象 第二个的话就是这个response对象 response对象就是啊 他会把请就下来的这个数据啊 把他给包装成一个人的response对象之类 第三个的话就是个spread的对象啊 好 那么如果他反他反馈之哈 他反馈之可以有两种东西 第一个的话你直接反馈一个response对象 那么的话他会将这个新的response对象 传送给其他的中间间啊 最终传递给这个爬虫 最终传给引擎发这个爬虫 对吧 比如说这个这个中间间哈 他反馈了一个新的response对象 那么的话他会就会将这个新的response对象啊 传递给下一个中间间啊 好 那么如果抛制啊 不是啊 如果这个地方反馈的是个request对象哈 如果这个地方反馈的是个request对象的话 那么这个下载器的这个链接 他就会被切断 反馈的这个request对象 会重新被下载器调度啊 被下载器调度啊 呃 就像呃 在这个地方啊 如果你这个这个中间间哈 不是反馈的是个response对象 如果你这个里面直接返回的是一个呃 request对象 那么request对象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去请求啊 对对 所以这的话他就直接再将这个request对象 再发送给谁呢 再发送给这个下载器 让他去下载啊 再发送给这个下载器 让他去下载啊 说的话他就不会来到这个引擎了啊 他就直接再发送给这个下载器去下载了啊 好 那么如果抛制的是个异常的话啊 啊 啊 那么的话他会调用这个request里面的这个airback 这个方法啊 airback这个方法啊 那么我们这个airback这个方法 之前我们在讲这个request对象的时候 是不是讲过啊 这里面你可以传入一个啊 airback一个这样的参数过去啊 就是说在发生异常的时候 他会去执行这个参数指定的一个方法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下载器中间间的 这两个方法啊 这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好吧也用的比较多啊 好 下期个我们再跟大家去讲一个这样的时间案例 就是我们用这个下载器中间间来啊 把做一个这样的随机请求投入的一个东西 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